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端午街铁针山取五十岁将于18日上午十时在建景前广场举办,为避免民众抢水,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准备500份铁针山建景纪念水平,并提醒民众,活动之前为了清洁景体及办理祈福仪式,建景将封闭暂停使用。 风景时间自今日下午四十至十八日上午十一时,端午间上午欲取水民众,可当日排队领取铁针山建景闻名全国,民众来铁针山走不到,长道建景防骨剂,民间盛传建景五十水可辟邪,民众取水回家后,猪饭猪菜加一点水或拿来泡茶。 往年一早井水很快被取光,民众只好耐心等候井水涌出,常发声民众争相取水而产生口角。 近年市府风管所会先将建景覆盖,直到端午节上午才开盖,并搭棚架让民众排队取水,准备点心等,让取水活动变得更有秩序,让民众有吃又有拿。 风管所表示,地方传闻开台英雄郑成功率领部队经过铁针山,当时全军兵匹马困又无水可用,郑成功拔剑刺向地面,跪求涌泉,果然地面裂开涌出泉水,就成了建景地名的由来,让建景景水增添传奇性。 铁针山除了设有建景,其他景点有国境庙,郑成功纪念馆,国军纪念公园,永信运动公园,今年初也新增露营区,还有一署融入生活的雕塑广场及中正公园等景观设施,取水民众不妨顺便探清,欣赏铁针山美景。 铁针山美景